持续来关心佛光山透过了云水玉佛走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佛誕节的由来 在母亲节当天呢 特别前往到近百年历史的大树区的旧铁桥 来举办了玉佛还有写生比赛 佛陀漫步铁桥 许多学生在大树旧铁桥下写生 把玉佛主题结合铁桥 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场三好儿童写生比赛 选在母亲节举办 因为小朋友要来写生 许多家庭借此机会来个全家总动员 同时在户外野餐 今天假期啦 我和我们生菜运动 真的来这里画画 然后感觉这样 这种感情很漂亮很好看 这里运动还不错 然后释迦佛诞生的日记 我们都把它称为玉佛节 就是画一个铁桥 然后画佛陀在上面走路 看起来会让人有点感动 在铁桥下写生 随时还有火车经过的临场感 也有趣味 这座建于1914年的大树旧铁桥 有将近百年历史 已经是高雄大树区知名的观光景点 是刚好走出户外 然后又跟 因为这个活动又跟玉佛节结合 那他们就是也能够了解 这种佛诞节的意涵跟意义 我觉得蛮好的 外面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很好 来画画是因为 想要画出很漂亮的美景 写生比赛最后经过评选 获选作品还会在佛光山举办连诊 写生比赛之后我们会评审 然后得奖的作品 我们会在我们福会家园 来办他们的特展 邀请他们亲朋好友 一起来欣赏新的小画家 看他们的杰出作品 玉佛节除了发喜 更增添艺文乐趣 当天现场还有节目表演 孝清凤茶 带民众度过与众不同的 玉佛节与母亲节 人经卫视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